圣经记载啊 耶稣升天之后 耶稣的几个学生和一些妇女 在一间楼房上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祷告了十天 五旬节来了 圣灵翩然降临 开启了传教的事迹和教会的时代 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这句话表示 这句话里面的几个元素 都是需要我们付上代价去追求的 同心就是一种和谐 我们拿到人际关系的和谐来说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谐 是需要付上代价来追求的 如果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像衣服晾在外面一样 时间久了 久而久之就会凉了 人际关系的和谐需要刻意的追求 同心合意恒切祷告 恒切就是一种热情 我们的热情需要付上代价来追求的 我们对很多的事物 该做的事是没有热情的 可是用该做怎么办呢 就是要主动的刻意的去培育热情 第三样 祷告祈祷 祈祷是一种爱的表示 在遭灾难的时刻 我们说我为你祈祷 祝福你平安顺利 祈祷是一种爱的表示 我们对人的爱也需要付上代价来追求 因为人性很自私 我们喜欢自我为中心 常常顾念自己的事 如果我们想要在爱上面有突破 必须要刻意的付上代价来追求 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当中 如果缺乏爱 缺乏热情 和人之间缺乏和谐 我们反省一下自己 是不是因为我太过于自然而然了 没有刻意的付上代价来追求呢 祝福你在和谐 爱还有热情上 让我们多而有多